小丑 是他的心手 吊人數了啦 吊人數來喔 吊人數 抱歉 直播人數跳水 乾 我的很大 小師忍耐一下 忍耐三小 哈哈哈哈 你是沒看過戰鬥陀螺的嗎 我告訴你 戰鬥陀螺 砰很快耶 旋轉的速度沒有人鬥得過我 大家晚安喔 因為蠻多人的 沒辦法一一問好 只有前幾名有 今天比較早 沒有因為現在我們的這個 現階段這個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然後我們就把時間弄早一點 你可以早點休息 或者是可以陪大家久一點 那個B&W的問題 我等一下晚一點會講 我今天這一集喔 雪流成河 我有很多事情要講 我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我等人多一點 現在兩百多個嘛 大家晚安啊 我先分享一下上個禮拜講的東西啦 講到上禮拜 為了給你們抽那個啊 姐夫然後讓他抽什麼 球啦 軟球 搞一個我 youtube的那一 精華版被黃標 哈哈哈哈 欸 很苦啊 沒錢賺 還有被黃標 不是上禮拜直播被黃標 是精華版上youtube被黃標 精華版禮拜二上嘛對不對 我們每個禮拜二就上前一個禮拜三的FB的精華版嘛 結果媽上去被黃標 沒錢賺 分掉 哈哈哈哈 為了給你們抽獎 欸啊但那個黃標太多會不會怎麼樣啊 幹頻道就不見了 這麼嚴重 我們一次而已吧 我們三次了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啦 按幾次啦 啊 我的分掉我 欸你 你怎麼不行啦 我有一個頻道沒有 大家都不用看 我說讚耶 好啦我先跟大家分享上個禮拜的啦 欸哈囉 鬼也葵你好 喔來來來 既然我本來這個等一下要講 我這個我先講好了 這個鬼也葵 來我很謝謝他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我必須要很認真的說 欸這個讓我認真一下好不好 這個我認真一下 鬼也葵他是我們的粉絲 那他的朋友也是我們的粉絲 欸一兩個月前吧 我記得應該一兩個月前喔 他朋友來跟我們買一台Focus 我跟你講我自熟啦 我這個人喔 小事不是不會做錯事情 我們做錯事情喔 我們會講 可是我們對的時候 我們當然我們也會堅持 對不對 我們要跟大家 大家認真聽一下 那這個 我也鄭重的喔 跟這個車主做 說個道歉 好說個道歉 這個要利用這個時間 我先 我先把這個認真的事講完 我們等一下再搞笑 好不好 我今天要講很多正事啦 還有剛剛那個 柏月講BMW的事情喔 我等一下後面也會講 我也會講 我先講這件事情 最近這種事情很多 也許有誤會什麼 我們就這個 這個要澄清一下 那這個大概買了一個Focus 那前前後其實有一些小問題 那大家也知道 可是我很肯定的是 他買的那台Focus是車況很好的 那台Focus是2.5代 我印象很深 里程數我記得不高5萬多一手車 然後前車主也改得很漂亮照顧得很好 有台白色的 如果是我們定期有在關注我們Facebook的粉絲專頁的朋友 應該看過那台車 好不管 然後這個鬼也鬼的朋友 就買了這個車 那陸陸續有一些小問題在跟我們這個 我也直接講沒關係 那是我們的店長阿翰負責服務的客人 那可能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這個我等一下也會解釋到 那我們阿翰可能就是有一些這個覺得 比較情緒化的一個發言 他就說後來講到最後那個阿翰就跟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不然這樣 如果這個 他的意思是覺得說 如果這個車真的像你講的這麼不好 不然我不要賣你 你車還給我 我錢還給你 大家沒輸贏的這個意思 那今天這個客人當然聽到這個這樣子的回答 就會覺得很不開心 待會我會再解釋他 他這樣回覆的一些處境跟狀況 那無論如何這樣子的回答就是不正確 就是不對的 這個是不能姑息的 也不能夠這個輕輕輕放下的 所以呢 這個我就在今天我就做出一個決議 就是我們阿翰我就把它卸除這個店長的職務 那讓他這個這個還沒有論定 也許是休息 也許是就不讓他再繼續接接待客人 可能就是洗車去做美容 但是我這個處分一定要給出來 我這個處分是一定要給出來 要不然這個那當然我也在這邊 鄭重的跟這個車主道歉一下 而且我為什麼說要很謝謝這個鬼也葵 因為要不是今天他告訴我這件事情 也許我永遠都不知道 那這個客戶人也很好 他也是很喜歡看我們影片的粉絲 可是他因為這個這樣回答舉動 他會對我們很失望 他覺得說看了你的影片來買的 然後結果沒想到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我換句話說也不能因為我們一位服務人員的 這個不好的這個反應 而把我們跟柯P啊 泰山啊 我們整間公司都推翻掉 我覺得這樣好像也不太對啦 但是之後我們還是像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還是很積極的去跟客戶聯絡 就是希望說我們還是把他這個 一些小問題啊 把他弄好 後來我也了解 其實他非常喜歡這一台車 其實他覺得買了這台車其實是滿意的 他是喜歡的 他是愛惜的 所以他對這個車他可能會比較 要求會比較 高一點點 所以他會希望他很棒 他可以好好的保存他 而且我還知道說 他是這個家裡不想讓他買二手車 因為覺得二手車很可怕 所以他自己堅持跑來買 那這個聽到又讓我很難過啊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 讓他這個家人覺得 你看吧 我就跟你說不要去買二手車啊 對不對 因為我以前有很多的例子都是這個 父母反對兒子來買 買完之後爸爸也來買 媽媽也來買 我講真的是例子 因為他們覺得 欸幹真的欸 小師真的就是跟兒子做功課的一樣 兒子自己先來這個試讀一下 他爸爸媽媽覺得沒讀到 他就來繼續買了 我剛剛說要跟他這個朋友說謝謝 就是說其實我要在這邊呼籲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都是堅持自己 要去回粉絲專頁 回我們官方的line 在晚下班 我相信線上有很多人 也曾經在半夜收過我的回訓 真的都是半夜 我大概兩三點 十二點回算早的 我坦白話講 我為什麼要那麼累 我可以找小編 其實很多人發現 是我自己回的時候會嚇到 說幹怎麼可能 可是其實我堅持 從我開店到現在 我的粉絲頁一直都自己在管理 為的就是說 讓所有的這個 還沒有買車的客人 回覆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及時 也比較專業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不可能每個客人都是我來服務 我坦白話講 我還是必須要 把事情分出來給下面 我必須要相信 沒有我先講一下 原本阿翰的客戶 還是繼續服務 好不好 大家不用擔心 好不好 我剛剛講到哪 我講說為什麼我要堅持 就希望給大家一個管道 如果說這個服務人員 他你覺得哪裡有服務不好的 過程當中有什麼瑕疵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想要申訴的 你可以直接透過粉絲專頁跟官方的line來找到我 那我都會及時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相信 也不是沒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總是會遇到客戶報約 一定都會有 但是我至少我接收到之後 我會交辦處理 那我也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做服務業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人都接受 我小事也一樣喔 不是每個人看到我都能接受 跟我講話都能夠match的 可能也有覺得小事很雞巴的也有可能 但是我如果接收到訊息 我們也曾經發生過嘛 不會啊 你覺得你服務人員不專業 或是他服務的不好 然後我就幫你另外再安排別的服務人員來 跟你做後續的收入服務 這個事情也是發生過的喔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管道 永遠都是暢通的 對粉專就是客服 就是直接就是到達這裡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首先我先謝謝這個朋友給我的反饋 因為他如果沒給我這個反饋 可能車主就自己悶著 然後覺得不開心 不想退的處理方式 就是花小錢做服務 其實也不是啊 他退給我我也可以啊 我有跟客戶講 我說如果說 你這個購車的過程中 你是不愉快的 你覺得你被騙了 或你覺得你買到一個不好的東西 你告訴我 我不會讓你有任何損失 我可以把整台車回收回來 可是現在問題就是在於 客戶很喜歡這台車 他覺得這台車很棒 那就是在這個溝通的過程中 出了一些狀況 好就這樣 那我現在講阿翰的部分 我坦白講 這個我能夠體諒他 因為你們可能都不知道 要管理十幾個人 跟一兩百台車 將近兩百 現在應該將近兩百台車 其實真的所有的發包檢測 真的很累 那他其實一直都是 他是公司裡面最熱鬧的任務 他從來都不會抱怨 他就是最早來最晚走 我每次在這邊開完直播 其實我們九點半應該就是下班 那因為每一次的直播都會太晚 有時候十點半有時候十一點 我永遠下了直播上去 只剩下阿翰一個人在顧店 那他在顧店是誰 他趴在桌上睡覺 因為他在等我結束 然後他才可以關門 那每次有時候看到 會有點心疼 他有時候甚至晚上八九點 問一下阿翰呢 沒人找到他 結果不知道在哪一台車上面 車裡面在檢查車子東西 然後在上面就睡著了 然後大家就一兩百台車 大家就在場上一台一台找 看他在哪台車上睡覺 那我不是要去 叫大家說他這件事情是對的啦 這件事其實就是 不管你壓力再怎麼大 不管你再怎麼辛苦 不管你這個 當業務當服務業就是這樣 不管你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不能這樣的 對客戶沒有耐心嘛 我認為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說他的想法應該是覺得說 有時候我覺得我的東西很好 為什麼你還可以有一些什麼小問題 可以嫌我 然後他就會覺得 可能有一點不耐煩 加上可能壓力很大等等 我不知道啦 我是猜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沒有耐心就是不對 因為有時候客戶的認知 跟事實上是有一些差異的 那像這一個案例裡面 有一個最顯著的問題就是 比如說他說他在開的時候 在某一個狀況會有一個微抖動的情形 那他就會覺得說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沒有被量化 這是每個人感受的問題 那他可能回來一起出去試了以後 就覺得是正常的啊 可是他就覺得有一個抖動 那他會覺得這有問題 那怎麼量化呢 就拿行車電腦來插 顧障碼也沒有 那可能他就會覺得說 這就真的沒有什麼毛病 但是車主是比較長時間在用的人 所以他的體會可能比較深一點 他遇到這個狀況可能會比較 有機會碰到一點 有這種情形嘛 你開的時候有 就移到休息場 幹那個問題怎麼試 都試不都試不出來 那就在這個溝通的過程中 那他就會覺得說我插電腦就是沒有 你這樣不是在尿我嗎 好就會有一點這種感覺 但我不管喔 我覺得就算是 我不是說客人尿 就算他是在尿 你也不能這樣回他 我的認定就是這樣子 你必須要很耐心的去跟他溝通 那甚至就是說 他又會聽到說 為什麼我的朋友的車跟我一樣 他的跑得比我還快 那在他的理解 他又覺得這車里程那麼低 那是不是有可能前車主 沒有抄開或是怎麼樣等等 我們不曉得 那再來因為二手車 每一台車的狀況也會不一樣 等等之類的 好啦反正 我有聽員工說明了 我當然是溝通過啊 更好 我沒有聽客人單方面 我不會這樣子 好那講到這邊 我不是要說他很棒 而是不管他怎麼累 都不能這樣子回答客人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他這樣一句話 抹煞掉整間公司的努力 好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呢 因為他也跟我那麼久 我坦白說 他服務了1000個客人 我不可能因為一個客人的客數 兩個客人客數 三個客人數 我就把他趕走 這個是大家一起挺過來的弟兄 所以我 我又要對客人交代 那我就先暫時把他抽離開那個位置 那先不讓他接觸客人 讓他沉澱一下 把他這個自己的情緒啊 心情啊弄好之後 才看能不能繼續上線再說 好不好 那這個也是這個對客戶 在這邊先說個道歉 還有他的朋友 也很謝謝他 跟我們反應 好那再來我還是重申 我這個管道 我這個管道就是要給大家 直接來溝通的 沒有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跟客戶慢慢的去談 就是說你覺得有這個抖動 我們去試到有為止嘛 對不對也只能這樣 那也要跟客戶說明 他真的 如果真的電腦插沒有東西 那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麼 對還是說 我也會可能請客人 你到原廠 或是到你信任的修理廠 那請他幫你判斷是什麼問題 我們在一起來討論 有沒有可能 如果說別的修理廠很有把握 說這就是哪裡 也OK啊 多少錢我們來出 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很簡單嘛 對不對 你自己拿出來的這個盾 我就讓你自己去找毛來插 就那麼簡單而已啊 我們做服務業就是這樣啊 就是想辦法讓客人能夠接受 慢慢的能夠接受 那我們也不是那種 亂七八糟的車行 公司這麼大間就在這裡 每禮拜直播這樣開 對不對 所以其實不是什麼大事情 也不是說我們不願意 我們不願意去理他 不甩他或什麼 其實也沒有啦 這個我們 基本上應該要有 不是什麼大問題 今天又不是引擎炸掉 還是他媽變速箱掛了 就算是變速箱掛了 其實那個變速箱的錢 真的也買不到我的招牌 我說實在的 就不要說那個變速箱錢 整台車二三十萬 絕對都買不下我的招牌啦 真的啦 所以我沒有必要為了一台Focus 十年的 然後去不理客人 然後讓客人不爽 我覺得這沒意義啊 對我來說 我實在沒意義做這種事情 更何況說 客人還說 我不要我如果現在車子回去 會不會媽被你亂搞 我更沒意義了啊 我求之不得你回來 我幫你弄好 不要再讓這個事情再延續下去了 我求之不得 對不對 我去亂搞你的車 是亂搞我的車呢 是亂搞我的招牌 我幹嘛去亂搞你的東西 沒有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合理啦 這樣子是比較合理啦 好不好 沒有沒有 車主很好 你們不要攻擊車主 車主從頭到尾都很好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我今天講這個是要跟車主道歉 不是要大家去攻擊車主 我覺得大家不要太情緒化 好不好 我只是要在這邊跟他說道歉 跟他朋友說個謝謝這樣子而已 很多的溝通問題啦 我跟你講 很多二手車廂為什麼會出一些世上新聞 我跟你講就是想要拗客人嘛 客人要修 對不對 然後我就不修啊 我就擺爛了 會出事都是這樣 可是我沒有啊 我們不會不修啊 我們也不會不管啊 好不好 好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我就講到這邊 我道歉先道歉完了 道歉完了 道歉完了 順便講到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 店長阿翰 職務拉下來之後 可能要由柯P稍微做一下地補 所以柯P以後可能這個影片數量 有可能會減少 大家要見諒 因為柯P他可能再來就要把這個 一百多台車的店長的事物 可能就要交接給他了 這個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人力不足啦 我們整間公司就幾個做比較久的在坦白說 不是啊 是大家支撐的啦 只是說真的有一些比較困難專業的事情 只有我們這幾個人能做 只有我們這幾個人能做 好不好 好那BMW事件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皮質543那個粉絲專業 同溫層可以定起來 我在我剛開始坐二手車 還沒有紅小公司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追蹤他的粉絲頁 因為他粉絲專業很好看 而且很明顯他PO的東西都是同溫層的 只是他可能他沒有拍影片嘛 他都是用部落格的形式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也在寫部落格 所以我都會去看 那部落格我覺得他寫得很好 他在部落格裡面講的東西 車子改車也好 車子的訊息也好 這個穿很少的女生也好 還有一些露營的東西 腳踏車的東西 山西的東西 甚至連一些球鞋的東西 他都有在寫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開始鎖定他的部落格 追蹤他的粉絲專業一直到現在 我也不敢說我很紅 現在稍微有點知名度 結果沒想到那一天他竟然PO了一個 我們ARIS的影片 那下面就有人留言說這個M3 說有什麼買一個M3 你們如果有去看過 因為我昨天PO出來就是希望你們去看一下 有人留言說這個M3 你給人買好早就打贏 沒人受理 開沒多久SMG就壞掉 車主回來花了十幾萬塊 說得很氣憤耶對不對 那我看到他們這麼有兩個人 我跟你講我也覺得是旁邊的朋友在睡嘴對不對 那我本來以為是他的朋友 而且其實我從頭到尾真的沒有接收到車主 因為車主有我的有跟我私訊過 就是他之前要買車 買車前買車後他也私訊我 因為他有要跟我約時間回來洗車打蠟 所以我們我們的這個管道是暢通的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說講的這麼嚴重 怎麼我的客人怎麼都沒有來找我 然後我就馬上找到了我的客人 我就問他說 這個是什麼狀況啊 那客人說有啊 他就是這些問題他的確有發生 那的確他回去也花了十幾萬去整修 然後其實我有問他說那些人你認不認識 然後他說我不認識啊 我看他流成這樣 還以為是你朋友 他說不是啊 不認識啊 那就大概這個跟車主談了一下 沒有啊 因為當初其實我們在買賣的時候 我們在談的時候契約其實都已經談好 這個車子 因為我跟你講我跟大家分享啦 像Impressor這種車啊 或是比較老的那種車 或者是像M3這種車 通常我們的習慣是這個 其實是沒有保固的 都是用現況交車的狀況去買賣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像這種改裝車啊 或者是會比較pay的車子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預期你回去會怎麼pay他 你每天的話都破轉在開 或者是你都開兩三百 我沒有辦法去控制 還有再來一個你會怎麼改 我也沒辦法控制 所以通常我們在賣這一種屬於競技車 改裝車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車主溝通 溝通說這個就是用現況交給你 那他能夠接受 那他就他就買 你不能接受你不要買 因為我覺得這個大家比較不會有 事後有一些糾紛 所以原車主也說 我知道啊 當初我們合約就是照合約走啊 所以我都沒有回來吵你啊 他是講法是這樣啦 我是問原車主啦 我不管那些不屬於他朋友的人怎麼留 但車主本人是這樣講的 而且他還說小師哥 我哪有很多人呢 你每個影片我都按讚 哪有可能 你們去看我M3的影片 就是影片裡面那一台 他買的就是影片那一台 所以他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客人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影像好了 我有準備一些我跟車主的對話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來稍等我一下 有來 這個第一個 我就跟他講說這個 是不是好像有你的朋友還是誰說什麼 我不理你什麼 他說我有跟你反應 可是這個 他說車子對我來說是好開的 然後因為他有掛賣 我跟你講他為什麼要賣車 他又想要換 他說想換911還997我忘了 他想換Porsche的車 所以他有掛賣 他開了一年了 然後他說因為很多人來跟他看車 然後他之前賣一台紅牌重機的感覺很差 因為他已經在事先把所有問題都跟他講 然後對方還回過頭來跟他揮有的沒有的 所以他就希望說把事情講清楚 所以他就跟大家交代說 這個M3他修過什麼東西 他說很多人拿收藏車的標準來看 車被嫌的一無四處 所以他就是先掛著賣 反正他就邊開邊賣 他覺得很多人都只是想要大刀砍 我沒有啦 靠呀我剛剛不知道怎麼按 那個OBS斷掉了 來啊像這個他也講了 他說改手牌也是入手之前就有心理準備了 後視鏡是你業務交車時測試發生的 我剛剛講齁 改手牌我現在給大家看的這個就是改手牌 後視鏡大不了不要收折 檢查出來花 那我還是跟他說沒關係啊 後照鏡要協助處理也是OK 然後我看看下一張圖片你們看不看得到 第三張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第三張圖 他說因為他賣車的時候遇到各式各樣的人 有人拿七磨儀來驗的 有人用開心世代的手牌 刁他的手牌的手感 砍都要跟他砍個二三十萬 然後我就跟他說不知道你交易過程 我知道他交易過程不是不愉快 我就比較釋懷了 你看他下面來說 哥我知道車行有營運的這個成本 他改了BBS也花了十幾萬 等等等等 他改正的BBS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車主 他之前開過紅牌機車 然後也玩過E36 也玩過很多的老車 所以其實他就是一個車買回來 就是慢慢的這個整理的人 我說就算變速箱也不到我招牌的錢 那原本說想說他要留著 我補貼他整理費用也沒關係 可是因為他車有在掛賣 然後我就有問他說 請問誰誰誰這個帳號是你的朋友嗎 他說不認識 這個拍賣問過的也沒這個名字 了解 然後他就把一些問過他車子的人的名單 貼給我 近期問就這些 那他也都貼給我 然後這個就是我常常 因為他身材練得很好 所以我常常在跟他討論這個 我就會問他一些這個運動健身的問題 大概就是這樣 我只要跟大家表達說 這個車主 並沒有上面留言講的 賣訴說 我賣車賣完 賣小魚還是什麼 沒有這些問題存在 其實我覺得 我是這樣子啦 我其實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一直到我知道說 這些人不是他的朋友以後 然後在那邊到處 在那邊留言說這些東西以後 我其實坦白說 我有一點感覺說 我好像變成館長 你知道嗎 真的 好像說 一點小事情就被放大 因為現在大家我就說 觀眾是嗜血的 大家都想看到血流成河 大家都覺得 幹小師一片好評 我不管他是不是車行 還是他有朋友是車行的 對不對 我們甚至有影片還沒播就有導戰的 對不對 那一定會有一些人看我不爽嗎 這也是一定的 逮到說 幹這個好像他媽的二手車清流 終於有他媽瑕疵了 趕快留言湊他 啊 之類的 啊說到不適合就是輸主 這樣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啊你知道我們當初合約內容怎麼談的嗎 我們買賣是什麼議定的嗎 你不能為了你想要殺價 你就說 我告訴你 小師不會太貴 你不要我比較熟 你不要賣八萬 你賣我六十萬五十萬就好了 啊你這爛車 幹你這車好爛喔 喔 你這車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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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的 小師 幹他媽的他怎麼媽那麼黑啊 幹他不是說他媽的 有什麼清流嗎 我他不會只用車給你 喔夭壽啊 哇你說我回來齁 我的社團俱樂部來幫你選團一下 小師外奧 我回來幫你處理一下 好類似有這種感覺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 我有一點這種感受啦 不過我是這樣子啊 我是覺得無所謂啦 我其實 主要我覺得 客戶本身他是好的 他跟我還是好的 他的交易經驗體驗還是好的 我就OK了 那至於那些人 我覺得他去留那些人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坦白說我後面我也不太去跟他 回覆什麼了 我覺得不是很在意啦 因為他不是我的客戶嘛 他不是我的同溫層嘛 那他可能看我很不爽嘛 也不一定 那我不曉得 但我覺得 那我覺得無所謂 他要怎麼想要怎麼講 那但是當然 如果這個東西真的 如果他講的不是事實 或者是有損害名譽之嫌 那當然我不會姑息啊 因為我一個招牌 辛辛苦苦做了這麼久 建立起來 我當然是不允許人家講 不正確的話嘛 我認為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 基本上我就先 觀察看看 啊我 我也不想跟人家結怨 啊不然到時候我還要給他幾千 啊我買一台日子車 還要給他幾千 我不是很衰的嗎 對不對 我日子好好的過 大家來 都好朋友 我何必去跟他們在那邊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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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那也好加在說 這個我們有一個直播 有固定的收視群會來看 那我們在這直播上面 就可以解釋給希望 得到解釋的觀眾朋友聽 就好了 好 那最後這個 M3我也跟大家分享 當初一年前 這個車主以88萬 跟小獅購入這台M3 當中 他換了BBS正的旅圈 然後他花了十多萬整理的一些東西 包括十多萬是包含變數箱改手牌 因為我看他掛在上面賣 被這些一些看車的人 在那邊善喇喇喇喻 因為我真的覺得 他那台車我現在目前我有兩台 手牌M3 他這一台是第三台 但我覺得他的車況是最好的 所以呢 我後來跟他說 你竟然要賣 你如果要留下來 我就補貼你一些維修錢 那你如果你覺得 你想要換保時捷了 我就用當初一年前 你買的88萬我把你收回來 那車主很棒 他說超棒 他說小獅哥 媽的你這一支的 他说小师哥 这个十几万的改装费 我就付给你了 我开M3一年 我就花十来万 我就把这台M3收回来 留下来了 那也在昨天完成交易了 所以我现在 有三台手牌 146M3 就是这样 我想88万 维护我这个招牌 真的是便宜 更何况这个车主 其实他并没有在外面 到处说我的坏话 这个车主其实在外面 他说他一直跟我解释 他因为我昨天 我们有见面 他说小师哥 我真的没有在外面 一直讲你坏话 我只是不希望 买车的人觉得我骗他 所以我就跟他讲 这台车我买回来以后 那我整理了哪些东西 然后是那些人 他可能有看过你的影片 所以他知道 这个车从你那边出来 然后就开始在讲这些东西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他那台车真的很漂亮 他跟我小师哥 我有一个朋友 在张冰在做验车的 他来试过我的车 他也说我这台车 车况超棒 这个车主也跟我讲这个事情 所以代表 我跟他这个交易 不是不愉快的 我给他的东西 不是烂东西 而且所谓现况 不保固这件事情 也是在交易之前 大家都谈妥 合约也写清楚的 所以不知道 我们合约内容的人 出来散播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对的 88万 雇我的招牌很便宜 我只能讲 真的不贵 而且车主 他真的是 也是很理性的人 他觉得 他开M3一年 花个10万 十出头万 他觉得不贵 而且我跟你讲 当初他有用一台大壮的IS200跟我换 那台IS200市价可能剩下6万块5万块而已 因为他撞到避震塔了 我那台IS200 我去年我还跟他买到10万的样子 那台IS200至今还在我店里 我都不拿上来卖 很多人问小诗哥买IS200 我都说我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台车有撞到避震塔 而且所以 他当初其实给我70 70几万而已 所以我他妈 我还没事把M3交回来以后 我还多了一台大壮的IS200 我有开玩笑说 还是这IS200 你要不要牵回去 因为我放一年 我也不知道要干嘛 你的IS200 我说我也还在 我也没卖 但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那个车有撞到避震塔 虽然修好了 但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跟我说小诗哥 我那大包正日龟的 大概要2万块 我那个旅圈是什么 上面白注要3万块 他说不然你把那些东西 拆一拆去卖好了 我跟你讲 进口车 手牌M3 验车没什么问题 国产车才会有问题 好啦 不管 反正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解决掉了 就是这样而已 那接下来是在讲 这个上面也有人 留什么139 对不对 有没有人看到什么139 什么看到139 怎么样怎么样 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 其实应该也是在去年 发生的 这个事情 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拿出来讲 我拿出来讲的话 会很像是在 检讨客人 那大概 我讲一个 大概的一个内容 这个车子 它的139 不是跟我们买的 它只是来 当初我们 那时候还有在接受 委托帮客人 整理车的时候 它来委托 我们整理 那当初 我这样检讨客人也不好 我不要这样讲好了 我不想检讨客人 因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大部分 大部分会在旁边讲的 都是一些 不是当事者 然后 也许他也不知道 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这个事情 其实到最后 跟车主已经解决好了 那简单讲 就是他委托我们整理东西 那当中有一些 没有沟通好的地方 那包含我的保修厂 有一个地方有失误 就是有一条 好像是方向机的油管 它用了副厂的 还是用了不正确的型号 那造成它的皮带 去打到这个方向机的油管 然后让它这个固入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因为这样 就是后来 他们把这个事解决后 我回来 那我有说 我们再重新把所有的零件 再检修 如果有不是原厂的东西 我再帮它换成原厂的 有可能是修理厂的 想要省钱 所以帮它换一些 比较便宜的零件 也没有做好 那我们当然也觉得很抱歉 我帮你整理车没有弄好 回来我们当然全部在巡过 然后他就嫌说 这个车漆 他觉得考得没有想象中的漂亮 好 那我又送他的一个镀膜 然后他觉得说 他那时候想把内装的椅子 改成基皮的 反皮的椅子 我记得好像报两万块 还是两万多块 我忘了 全车就是基皮的 反正不贵就对了 我假设先假设两万 好不好 然后这个 也帮他换了基皮的椅子 然后他就说 这个基皮的椅子 这个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后来我说没关系 因为确实我也拿材料给他看 说这个就是反皮的椅子 我不知道你想象的 这个椅子是什么 后来我再跟他协调 然后我这一条椅子的钱 我就没跟他收 我也没跟他收钱 其实好像送他杜膜 全车杜膜钱我也没收 因为他觉得车漆不漂亮 我就没跟他收钱协调好以后 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 不太舒服 他说 我就说 阿肯特拉的椅子怎么可能只要两万块 我就会觉得说 你当初你就已经知道 阿肯特拉的椅子 不可能全车两万了 然后你用阿肯特拉的想法 说好两万我要换椅子 结果来说不是我要的东西 我当初的一个直觉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讲我没有要消费客人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这事情最后已经 双方面就圆满的解决了 他觉得说我送他一些东西 然后不 没有跟他收的那些钱 他能够接受就好了 所以之后我们就不接整理车了 大概这个过程是这样 但我不能说我们没有疏失 因为毕竟我们帮人家整理车 我们也是想要赚一些里面的公本费赚钱 要不然我帮人家整理车干嘛 我们不是做公益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不太意外说 我们做这些事会挡到人家财路 我常跟大家分享 有很多的社团里面充满了 卖材料的卖配件的 修理厂的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都很专业 大家都想要在里面赚一点钱 那这个东西社团人不在社团 给社团赚钱出来给外面赚钱 逮到机会也一定会被炒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无可厚非 这有可能嘛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柯P 当初也没有沟通好 我坦白说也是他没有沟通好 那我更不要说 这个客户面对柯P的态度 跟面对我的态度天差地远 这件事情我就不说了 因为当初我有一度很生气 因为他跟柯P大小生 而且不付钱 他就觉得说 这不是我当初想要的东西 我不想付钱 然后跟柯P大小生 这件事情我忍下来了 但是我现在忍不住讲出来 是因为我很生气 我把柯P20年的战友 当做自己的好朋友兄弟 所以其实当下 因为他这个举动 我蛮生气的 但是后来我去跟他处理的事情 他又很客气 所以我就觉得 是不是可能他压力有点大 还是怎么样 这个人的那个 因为其实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 他就说 我是送这个 我也是送Uber的怎么样 很客气 我就觉得 拜托你说 我想要好好的留下来 珍惜这台车 拜托你们帮我整理等等 我就觉得 好啊 这人还蛮不错的 蛮好沟通 所以我才请柯P去 了解他的需求 帮他去整理这个东西 就我不知道后面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OK 都解决完了 没事啊 很久了啦 不是那个椅子没有办法拆回来 因为椅子皮已经拆掉 已经换上去了嘛 我是不知道他后来在社团又怎么样了 但是到最后我是 我们是都有把整个共识都达成了 而且整个车子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还借了他车子 因为怕他不方便 他好像说他女儿还儿子 他去哪里表演 还比赛等等 那我还怕他这个不方便 我们还借他代用车等等 所以其实整理那台车 我不要说赚钱 我赔好几万 无所谓啦 但我还是觉得重点 处理好了就好了 那今天其实我也不打算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过了 也过了可能一两年有了 有人在出来留这个言 我当然我今天才会讲这件事情 要不然其实这件事情我从来这么久了 你们有听我讲过吗 所以我觉得解决完就没事了 那我就也不曾去讲了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还有在外面讲 那我觉得我必须要出来讲清楚 那我们有错 我们也虚心接受 也帮你上后 甚至我也赔钱了 对不对 我也钱都赔给你了 我整理一台车我还赔钱 那当然我也没有去怪柯P 柯P 我跟讲我跟柯P的关系 我不用跟他讲 我帮他把后面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客人OK了 你也接受我赔钱了 好 那我不会去跟柯P讲什么 他自己会不好意思 因为他觉得 他没有帮公司做好事情 他没有帮兄弟做好事情 所以我们的关系是不用去讲 这件事情发生 其实我当时我有点心疼柯P 去用大小的什么 他人比较好就要去用大小的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做服务业 当然也是有底线的 我们是很客气 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遇到太夸张的事情 我会觉得 我不一定要赚你这条钱 是真的 我觉得大家是随缘 常看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没有逼你买 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 你如果觉得不行 你就不要买 大家没缘 这样而已 其实在那边散播 在那边我觉得不好 那整个事情 我们也处理到圆满 如果现在假设这个车主 还在外面讲 我是觉得这样真的就不是很厚道了 那个皮大 下面有个留言 我也觉得很好笑 他说我以前也是小尸粉 但是只是不晓得他竟然会这样 我跟你讲 如果你真的是小尸粉 你绝对会相信小尸汽车才不会干这种事情 我整台车八十八万我就买回来了 我遇到一个肉汁拎 还是遇到一个变数箱 我之前讲过 很多人都留言都讲 我以前都看你的怎样 现在怎样怎样 你变了什么什么 没查证在那边留言 我也是醉了 讲完了好开心 我憋了一两个礼拜的事情 终于在今天讲完了 很疲惫 不是不解释也怪怪的 我还是要解释 像有粉丝就会来问我 就会觉得说 施董这是什么回事 他也在留言 八十八万买梦宴什么的 好连 我不知道是谁 随便 清菜铃你送就好 我在讲我们合约都白纸黑字讲好 本来就是说好就是现况了 而且你知道他有给我一台大壮的IS200 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你就觉得他还买很贵 怎么样怎么样 我跟你说 这有你乘车大家都知道 你要买车的时候谁来不贵 你买的时候都要买天下 都说不内行的不要来乱 好啦不要再讲这个 反正这个我们 就是客人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好了 如果真的是不实的言论 他都不知道我们的合约内容 就在那边大放厥词 那我们再去跟律师研究一下 到底这个有没有路 现在的人也很厉害 他如果真的有闪到我也没办法 他真的是有闪过我也没办法 如果他没办法闪 我就跟律师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反正我跟你讲客人是我这边的 他一定会帮我作证 对不对 客人都已经跟我这边的人了 他还可以讲的比他还要生动 我就好厉害 我也是醉了 讲的好生动 今天这个讲完了也舒服一点 让这个愿意相信我们的粉丝朋友 都知道事情的原委就好了 好不好 本来就是这样 这个我一直也跟大家分享过 做服务业本来就没有百分之一百 大家都会喜欢的 我还是讲一句话 有的人看到我 跟我买合也不一定 对吧 那我们不会有这种想法 说好像每个人都应该爱我们 做服务业基本上没被客树 没被臭 基本上不可能 我们运气好 少遇一点 运气差就一直遇到 那我觉得说 遇到了就这样 我也不想要跟人家结什么怨 我是觉得 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个 要做公益的流浪动物的这个猫梯 会出 可是猫梯可能会限量 因为产量没那么大 然后 红杆的衣服 有在打板的 到时候会先打一个样板出来 给大家看 那我们再做预购的方式 好不好 再做预购的方式 降级不是解封啦 降级 防疫还是不能松懈 还是不要到处乱跑 我们现在也没有到处乱跑 好啦 那时间差不多了好不好 这个 今天解释了很多事情 然后这个痞子543 痞大的这个粉砖 真的可以去订阅一下 真的是同温层 你如果看我的东西会合 你看我的东西你就会合 真的 他这个粉砖里面有很多好看的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啦 那大家晚安 我等下上去又看到 我们阿翰在那边睡觉了 有可能 我们就不要让他们这个太晚下班 好啦 大家晚安 啊 拜拜 拜拜 剩下500多个 送客了 大家晚安